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马祖更近 马祖是我们台盆金马中离平潭最近的大概只有二十多海里 所以我们期待先行先事的应该是马祖跟平潭 何况马祖在三十八年以后民国四十五年就成立 战地政务作为当时缓供的跳板的实验区 而且我们在2001年我们也做了小三通的四半区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马祖能够成为经贸特区跟平潭先行先事 大陆可以这么开放说明台十项合作 我们台盆金马地区为什么不可以给马祖一个更好的环境 让他成为经贸客区 作为跟大陆平潭对口的这样子一个合作单位 我相信马祖有多年的这样实验经验 也愿意作为台盆的马前竹 不仅仅捍卫台盆的安全 奠定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 也希望作为两岸交流的平台 作为中转战 作为中纪战 作为缓冲带 让他成为我们进大陆的这个重要关口 这样子对台湾两千三百万的同胞 应该是更有保障 所以说我们期待在大陆大开大患的这个时刻 我们台湾绝对不能锁国 避锁甚至于拘泥于小格局 应该给马祖最好的经贸特区 免税特区 让我们马祖平潭先行先事 创造两岸共同的轮景 希望我们委员跟政府支持 给马祖一个机会 给台湾一个机会 谢谢